嗨 宝贝 刷了乖 今天妹妹应该是最开心的一天 知道为啥不乖 因为今天你也去接她 我也去接她 爹地也去接她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你的小朋友们 你一放学都可开心 嗨 宝贝 刷了乖 一下小时就看到她哭了 然后赶快把手机收起来 抱她回屋 就问她为什么哭 她不愿意告诉我 她爸在屋里面问她为什么 心情就特别紧张 这男孩还好一点 特别是女孩 就把我们回屋看完 那爷爷在那说啥呢 我真的不在乎 所以我不会惊讶 让他们知道 我们把线放在里面 我们俩在那儿说吧 我先整点吃的先 从西姆斯买的这个三文鱼 今天靠给靠 你知道吗 安森尼说在整个俄亥俄州 有1730所高学 但是呢 只有17所高学 有那个Blue Ribbon 就虚忌的 对呀 就是very very good school 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啊 妈妈还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知道吗 不只是哭 哭是不可以解决 任何问题的 知道吧 有什么事情就好好说 爸爸妈妈 是你最强大的后盾 知道吗 不管你现在在学校 还是以后你 大学毕业了 你去工作了 妈妈爸爸 永远都在你身后 知道吗 有什么事情 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爸爸在楼上吗 叫爸爸下来吃饭吧 给这小姑娘吓坏了 我一上去看 哥哥爬在那睡着了 太累了 哥哥 为什么他累成这样啊 为什么他累成这样啊 因为哥哥起得很早啊 每天 他要学习saxphone 他还要上课 他还要踢球 让哥哥在那睡吧 他跟我说 他说妈妈 我以为哥哥死了 给他吓坏了 他在校车上 他的好朋友 他要交换礼物 他要交换礼物 他那好朋友 回家给他一个鸭子 但是因为他下校车嘛 可能走得急 没有来得及给他 所以他一下车就哭了 我还以为在学校发生什么大事呢 可给他爸 我俩吓坏了 没事 安安 你要你的好朋友 明天就会给你对不对 好你坐好吧 我们准备收拾 你马上要开始学习画画了 ok 所以这个小朋友啊 特别是女孩 让妈妈就很交心 知道吗 因为她是女孩嘛 对她的安全 就会更加的关心 一看到她哭 就觉得是不是在学校 小朋友欺负了什么的 或者受委屈了什么的 这种情况在美国就很少 但是真的也担心嘛 以后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回来告诉妈妈 来 机长为正啊 因为爸爸妈妈 才是你最强有力的后盾 知道吧 嗯 这是女儿人生当中 第二次绘画课 看到她那认真的小表情 当妈的 真是开心到不行不行的 唯愿一生 勇敢温柔 有爱可期 有梦可追 因为我们的专业画画的工具 还没到 所以每当她画完的时候 都要举起来 给老师看一下 在女儿的成长路上 千姿百态 可爱 跳皮 所以妈妈会用心的记录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 每一个不可复制的瞬间 来吧 给阿姨们看看 宝宝妞妞今天的作品 一只小猫 女儿的辉华课结束了 妈妈 妈妈妈妈 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也结束了 是吧妞 她也刚刚洗完澡 我们也准备休息了 也祝朋友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